大家好,我是面具男 今天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这个蝴蝶这个品牌 这是三款它的最新品 迷你阿达玛斯 然后这把刀的设计师呢,依旧是斯宝特设计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蝴蝶的设计师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标志 黑客生的标志,战术 并且它有一个新的一个,这几款有个不同 这边是F1-2,而这个是JY-1 JY-1是一种什么样的涂层呢? 就是类似于蝴蝶的那种537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和575的那个 怎么说呢,发灰 然后有一点就是说矿石那种感觉的那种涂层 而这个F1-1是一种黄色的一种涂层 就是类似于沙色的一种涂层 而这次我们拿到了三把最新品 运气很好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首先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说一下子怎么拿三把 三把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法 对吧?给玩到的刀友提供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在非常喜欢某一个品牌 或者是某一个型号的时候 你可以去多收集吧 为什么? 你比如说我之前很喜欢那个支配者 对不对? 这个M390版本的这个叫什么来了? 1701好像是叫 对不对? 551-1701 然后收了三个 对不对? 两个钢本色的 一个这个叫做土层的 然后两个收藏一个把玩 或者是使用 其实你说这三把刀你能用坏吗? 其实是用不坏的 其实是用不坏的 一把都用不坏 对吧? 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去用它 你刀太多了 大家都刀很多 所以说你不可能去 天天拿着一把刀去用 那你为什么还要收这么多呢? 然后你就可以从三把里面拿出两把来去收藏 对吧? 然后拿出一把来去把玩或者使用 这样你能更好的去体验到这把刀 而不是说你买到 哎呀这把刀好棒啊 我不想用它 不想把握它 或者不想收藏它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多了之后 你绝对会舍得 对吧? 那有最好的例子就是说 咱价值比它还高的这个新的乐 对不对? 你多了之后 你照样回去用 照样回去暴力测试 去使用 去找这个刀的极限在哪里 对不对? 你自己要清楚 而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目的 对吧? 你只要刀多了之后 你就会舍得去用 舍得去研究 舍得去拆 使得去做一些测试 而你都会对这个刀更了解 如果你是你对它越来越了解的话 你还是非常喜欢的话 那说明这个刀是做的真的很棒 因为现在怎么说 我买刀一般很少翻车了 几乎没有翻车 就是买了之后几乎不会出 除了某些可能国产品牌 我可能就是过过手引 去除掉之后 然后进口品牌 我一般就是说 必须得非常非常喜欢之后 我才会去买 必须得把这个刀研究明白之后 研究透了之后 我才会去买它 买了之后 现在几乎没有后悔的 几乎没有后悔的 那我们这是一个玩到的方法 对吧 我觉得能让你自己更好的体会 这把刀 能够更舍得用它 更舍得去玩它 更舍得去拆它 然后你才能从这把刀身上 体验到更多 这样的话 你才会越来越喜欢它 然后中毒更深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这个主角 因为这是三把新的 这样我就给大家拆一把 拆一把 因为是两把黄色的嘛 我就拆一把这个黄色的 其他两把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封皮 这个封皮 那我们就把它放起来 收藏 好 那我们打开这把 其实这把我已经打开过了 哈哈 对吧 然后 嗯 先看盒子 战术 迷尼阿达玛斯 然后阿达玛斯 这个品牌 其实这个 这把刀的型号 其实它已经出了很久了 出了很久了 出了很久了 而这个迷你款 是今年刚刚新出的 并且呢 它升级了这个钢材 升级了这个做工 这是我今天要说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的话 这是同式斯伯特的设计 因为之前的话 这一款是那个什么呢 是那个叫 叫啥来的 是第二钢 它用的是第二金属钢 还有一个是30V的钢 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 怎么说吧 可能以前我不太喜欢 但现在其实也无所谓了 而它升级了这款钢材之后 升级成这个CPM 这个酷威尔 之后这个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了 就非常对我胃口了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做工提升 然后我们来一块看看 这个做工到底提升在哪里 好嘞 现在还标准的几大件 这是我自己拆过了一下 这个是一个主锁的标志 这是蝴蝶的刀带 并且配有一个这个说明书 它这个是有内衬海绵 并且挖草了 然后我们把它合起来之后 再看这个盒子这个地方 它的生产是7 我们上一期那个蝴蝶 这个居然没有写 这个连写都没有写 这个 好吧 这个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它居然没写 那我就没法查它的时间了 对不对 而我们看另外两款它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 这个F1这个黄色的话 是这个21年的2月8号 而这个黑色的是21年的1月26号 说明黑色版本生产的要早 早于这个黄色版本 所以说目前这个黄色版本 卖的是非常的火 并且各大经销商网站 经常断货 经常断货 好在它这个型号 它没有搞一个限量 它没有像蜘蛛一样 去搞一个很老线的限量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买到这把刀 并且价格并不贵 所以说这把刀 为什么我会重点重点重点 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好 那说了这么多了 我们把这把刀打开一点一点 来看看这把刀究竟好在哪 为什么这么重点的去推荐它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它是蝴蝶 它是蝴蝶用的是这个轴锁 轴锁这个优势和便捷性 我之前已经说过N多遍了 真的是非常好用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设计师 对吧 斯波特这个设计师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刀匠 兼设计师 然后它的作品吧 与我个人所向往 所喜欢的这个风格 是非常的接近的 对吧 就是这种比较可靠 比较耐用的这种这刀 你说 像那种比较划哨的那种 其实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的 首先我自己觉得 这把刀 它你即使是个工具 但是你一定要能用 对吧 一定要就是说 符合它的设计定位 我才会喜欢它 对吧 包括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 也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大部分的刀都是偏实用的 都是偏这个耐用的 都是偏这个结实和强壮的 其实这把刀的定义 一下子也是符合到我的定义上了 所以说我会非常推崇它 然后第一点 第一点 这把刀设计出来 那就是战术用途 就是军警战术用途的 然后为了这个军警战术用途 战术刀的特点 对吧 可以穿刺啊 可以切割啊 对吧 必须要强壮啊 这是战术这刀必须要拥有的因素 要素 然后 首先我们明白了它的这个设计定位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去建设它的时候 大家就会非常顺 一定要先围绕它这个战术的目标 目的去来这个讲解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它的刀片外观 刀片是一个矛头 你说这不是水滴头吗 其实这叫矛头啊 是带甲刃的 带甲刃的两边 带甲刃的话 这种我更习惯于称它为矛头 对吧 因为它更偏向于穿刺 更偏向于穿刺 第二个的话 它有水滴头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刀斧 这个饱满的这个刀斧 可以去进行一个切削 不管是是长啊 还是高强度啊 都可以去接受它这个开刃 第二第三个就是 上面是有涂层的 放近一点 这种是一种 黄色涂层啊 我是第一次见蝴蝶用这种涂层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实话实说 黑色涂层的质感 要比黄色涂层的质感更好 这个因为我入手过几把黑色涂层了 不是说那种老款的黑色涂层 就是那种叫JY 戴这个标的JY这个标志的 这个灰色涂层的质感会更好 这个黄色涂层的质感就像以前老蝴蝶那种黑色的那种涂层一个样 应该是一个样 如果大家不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不是喜欢这个刀柄颜色 不是喜欢它这个配色的话 我建议还是入那个想追求质感的话 还是入那款黑色的 还是入黑色的 当然你说老师 你说老师 你说我就喜欢这个 这个黄色这个颜色那肯定就选这个 那没问题对吧 首先这是一个涂层 然后看蝴蝶标237 这边是一个标志 包括斯伯特这个标志性的这个血槽 以及它的这个标志性的推刀钮 三款刀上推刀钮几乎都是相同的 这种形状的 它有区别于蝴蝶正常的这种推扭 有区别于蝴蝶正常的这种推扭 斯伯特是有专用的这种推扭的 这是第一个刀片上的外观 反面 反面第一个是一个斯伯特的标志 斯伯特的标志 这边是CPM Crewwall 这个钢材我要说一下 这也是我买它的一个重点 首先它是一个工具钢 并且它的硬度保持性韧性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唯一的短板是哪呢 防锈性 但好在这一款刀它全部都加了涂层 全部都加了涂层 涂层做的很漂亮 对吧 它要是用那种老涂层的话 说不定这个刀 数环银程度就没那么高 还要再说到这再补充一点 今天这把刀入选了 那个 GP knife的这个 这个这个经销商的这个 EDC折刀的备选之一吧 对吧 决胜局之一 他与这个蜘蛛的这个 也是那个限量版 Curel Mikata的那个 还有这个什么类的 萨满 萨满 萨满来做这个竞争 结果他输了 我就很不理解 你要让我选的话 我绝对会选这把刀 萨满那个刀真的握持手感 真的是太差了 不用说太差 就没有说的那么舒服 而且我感觉那个刀设计还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这款刀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真的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包括颜值啊 包括他的这个设计定位啊 真的是很棒啊 可能他的题目是EDC吧 对吧 如果他是战术EDC的话 那可能就是这把刀会火上了 好 这是刀片外观 刀片外观 空曜这个钢材吧 然后 有点例子于CPM3V 但是比3V的硬度要高 接近于M4的硬度 然后又有这个比M4稍弱的这个保持性 稍弱的这个保持性 但是要比这个3V的保持性要好 比这些S30V啊 这些保持性肯定都要好的 并且呢 大概就是说韧性还要非常高 虽然达不到3V的程度吧 但是远超于这种粉末不锈钢了 已经远超粉末不锈钢了 所以说这个刀片去做 这个刚才去做刀片的话 它的这个抗噪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比如说这个M390的刀片 同等尺寸 同等解合角度的情况下 同等开战解合角度的情况下 去做的话 它是绝对做不过这个Corel的啊 当然了 M390有个最大的特点的就是均衡啊 它虽然可能保持性啊 跟这个Corel差不多啊 甚至要好于Corel 是它的短板啊 韧性是短板 并且印度它没有Corel要好 做的要好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防修性要比这个Corel要好 同时的韧性要低啊 韧性要低 可能同时去做翘曲动作的时候 可能这个刀已经断肩了 而这个刀可能还没事 还会回弹 好 嗯 这是第一个啊 刀刃形状 嗯 然后再讲一下它的刀片集合学吧 它用的是一个 不能算是半V模了啊 不能算是半V模了 但是也算是偏高位的一个 一个平模方式了 对吧 偏高位的一个平模方式 它不像是这个物衣一样 它直接在你刀片的一半直接给你开V 它这个V角是很大的啊 所以说551是很强壮的啊 不要小凯551啊 五一是很强壮的 然后而这一把刀呢 它也是接近于半V啊 接近于半V 比半V稍微提升了一点点啊 可能提升它的切削性能 嗯 但同时呢 它依旧不是说像蜘蛛那样的大平模啊 完全就是说丧失这个强度 嗯 怎么说吧 加上它的这个刀片的这个刃后啊 要比这个551的基础厚度要高 这个任后应该已经达到了3.5 算是3.9的厚度 3.5吧 我我 我手头数据我忘了 我忘了查了啊 反正当时我查 我记得我查了一下这个刀的数据 但是我忘了 呃 反正应该没到4啊 反正也接近4了应该是 反正是比大部分的蝴蝶正常的 任后要厚 因为551平时就算是蝴蝶里面的厚刀了 对吧 比它还要厚啊 551好像是2.9几 2.93还是2.96来了 而这个可能是已经达到3.4 3.5 甚至是3.8 3.9 我没有去量 给新德勒去比比吧 肯定是没有新德勒厚 新德勒是达到了4.2 这个应该是3.7 3.8左右啊 或者3.6 呃 总之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很厚的一个 蝴蝶刀了啊 蝴蝶刀里面这就是很厚的了 呃 这么厚的一个钢板啊 还有是Crewwell这个刃 你去造的话 几乎不可能把它造断 几乎不可能把它造断 真的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好 然后我们花了大篇章 去介绍了这个钢材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刀柄 刀柄是跟那个 呃 斯瓦特的风格是非常类似的啊 就是几何切削吧 对吧 直线切削 而极少运用这种柔性线条啊 刀腹 不刀腹了 就是说这个 纸槽这边啊 一共它是用的这种柔性线条 而后背啊 包括刀脊啊 包括我们闭合之后 它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刀片的这个 这个形状啊 不是刀柄的这个形状 都是用的这种硬直线线条的啊 所以说 有个特点啊 斯瓦特的刀都可以站起来 对啊 都是可以竖着放啊 然后 嗯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这是它的一个设计语言啊 设计语言 好 然后下一个点呢 就是它的刀柄 刀柄上是用的两块 这个 很厚的这个 怎么说 这叫什么颜色的 浅绿色啊 非常浅绿色的这个 这个J10 J10 并且打磨的非常光滑啊 有种484的感觉 甚至比484还要再光滑一点 每个角度都打磨了 这把蝴蝶啊 我就 从那个 575开始啊 我就去那个迷你要赛开始 呃 当然我那个限量版的啊 从那个开始啊 我就感觉蝴蝶的做工越来越不像蝴蝶了啊 以后 我 我觉得大家蝴蝶的新产品啊 大家不要再抱着 就是说 呃 做工不好 这个 词去 说了 这款刀 我感觉给我的感觉是做工非常好啊 非常好 注意 不是好啊 不是好是非常好 我拿到三把啊 然后开箱的两把是都是居中的 开刃对称的 并且没有那种呃 像551这种情况啊 闭合还不居中啊 然后刃还开歪了这种现象啊 是没有的啊 这几把刀里面都是闭合居中的啊 都是闭合居中的 对吧 他没有再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蝴蝶 说明他只要一认真起来 后 这个儿子接手了父亲这个公司啊 他一去做的话 他是有一个整改的啊 确实有一个整改 对吧 我已经看到他的改变了啊 所以说蝴蝶这个品牌 现在已经晋升到了我进口品牌里面 第二喜欢的品牌了 第一是新得了 第二就是蝴蝶 对不对 我以前经常在做视频的时候就骂他啊 骂这个这个做工真烂啊 就是说这个刃开的跟狗屎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刃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啊 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啊 其实假刃都不对称啊 假认开的都不对称 对吧 现在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啊 几乎已经没有这种情况 什么闭合不居中啊 对吧 以前买个居中的蝴蝶跟中角似的 好 现在都不用了啊 每一款都是这样的 已经 他的做工是百分之百提升了啊 大家记住 这是蝴蝶今天我要夸的第一个点啊 百分之百提升了做工 第二个 然后这个手笔它不是一个平面打磨啊 不是一个平面打磨 它是一个弧形的 对吧 是一个弧形的打磨 就是你在握持起来的时候 它的手感是非常舒服的啊 是非常舒服的 呃 斯伯特的这个设计啊 大家不要去担心 它有什么设计遗漏啊 这个点啊 这个这个设计是很厉害的啊 它的人体工学做的绝对很好啊 它的每一款刀 即使它很小 那款 755 它都做的 握持感都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不要想 就是说这种常规尺寸 这个大概是3.5寸吧 哦 比3.5寸还要小啊 应该是3.25寸 或者是3.3英寸的这个一个刀了 对吧 比物一要小啊 我觉得如果说 物一跟这个 你去选一个EC的话 我可能就选这个了 物一要下岗了 对吧 要下岗了 物一我是很喜欢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它的整刀的握持手感 它排前一前二的 对吧 排折刀里面它的握持手感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物一 而这把刀的话 我感觉 虽然它的握持手感 没有物一那么舒服啊 但是它也要超越了 我感觉整体它的整体分数 我肯定打分是要比物一要高的 手柄啊 三个洞 正面三个洞 反面三个洞 可能有的人不喜欢 但是没有问题 它在钢层上这三个洞 同时也是就像 相当于做了减重了吧 并且用的G10 还比较厚度 比较厚啊 然后钢层里面的做工的话 我看了看 这次也是规规矩矩的啊 规矩矩的 没有就是像之前在做的那样 就是说有划痕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次里面做的真是很好啊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这蝴蝶终于想开了啊 这终于想开了 切槽也对称 然后刀柄做工没问题啊 丝毫没有问题 非常的圆滑 黑色的这个钢层啊 黑色的钢层 并且配配了一二两颗大格柱啊 两颗古形的格柱 抱歉啊 我刚才没有没让大家看的 可能 那看这个黑色的古形格柱 新的乐乐设计吧 对吧 古形格柱设计 看它的钢层三个圆里边 三个圆应该是不等大的 应该是不等大的 还根据你手柄的形状 它有缩小和放大 真的是太棒了 钢层厚度我们来看一下啊 跟物仪是同样厚度的钢层 是不是比物仪要稍薄一点 应该是跟物仪同样厚度的钢层 这强度大家就不需要去担心了啊 这是一个全钢层的刀 大家不需要去担心这个刀的强度了 只需要物仪你都用不坏 这个肯定是不会用坏的 对吧 并且它的指刀柱是用的这种锁死 是两个螺丝对锁射的这种指刀柱 这个指刀柱 它不仅仅是中间一个铁柱子 把这个螺丝穿进去 而是 柱子是先穿到刀柄里面的 然后再从外面加了两颗螺丝 这要比物仪的这个指刀柱 还要再结实一点 物仪这就是个钢柱 厚度的话 粗细程度的话 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粗细程度 这个指刀柱 因为这个刀片比较厚 这个刀片比较厚 物仪的刀片比较薄 然后它可能就是说 显得一个长一个短 但是其实它俩的粗细程度是一样的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了 这个很厉害了 然后闭合起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个状态 但是这把刀我发现了一个缺点 我们一会讲一下 好 这是刃型和表面处理 以及刚才开刃分离度特点 然后刀柄的话 我们看的用料表面处理 人体工学手感是很棒的 正握反握 因为这是战术刀 正握反握 都要有 都要有 都是很舒服 很舒服 大拇指可以放在这边 并且有一个防滑槽 两个防滑槽 不是防滑槽 这个相当于这个大弧度的指槽 有一个在你深度穿刺的时候 用力穿刺的时候 它可以就是说 放置你的食指滑到这个刀刃上 然后持方式都有 防滑槽在这个食指槽这边有 在这个小指位置也有 在这个大拇指位置 连贯刀片这一块也有 然后在这个掌心位置 也有一个防滑槽 这个防滑槽其实是这样设计的 针对这个设计的 对吧 防止你的手就是说 打滑 在上面打滑 这样去握持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把刀的下一个特点 螺丝 螺丝它也用的是不同的规格的螺丝 551用的这个螺丝是这样 上面就像一个眼睛一样 它是有一个螺纹圈的 然后后面都是用的小螺丝 而这个螺丝都是配套的 这个物仪其实怎么说 这个物仪也很棒 棒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就是说 这是蓝盒里面的金盒 金盒的配置 金盒物仪的配置 放在了蓝盒里面 很直很直 而这个的话我感觉同样 同样 可能是以前金盒才有的配置 现在放到了黑盒里面 螺丝这边用的螺丝就是突出更高了 突出更高了 然后 这个螺丝其实也是思博特设计语言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去下期视频 我也去给大家做对比 然后背面用的是这种 这个螺丝 其实是跟这个新款的物仪是类似的 是拼图的 拼图的 背夹是可逆的 可逆的背夹 蝴蝶的一贯设计 对吧 都是可逆式背夹 并且呢 它升级的这个身为背夹 而不是那种原始的那种背夹 现在已经升级成身为背夹了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但它是开了三个孔 大家可以看到 三个孔 结果它只用了两个螺丝 只用了两个螺丝 这是一个模块化设计 是一个模块化设计 就是你可以配老背夹 也可以配新背夹 甚至可以配钢火背夹 不过我很少看到 有在蝴蝶上配这个钢火背夹的 我觉得这把刀可以配一个了 这得值了 绝对值 好 下个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开刀方式 开刀方式是推刀柱开刀 这是新刀 因为还没有磨合 也没有上游 然后开刀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开刀舒适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的推扭 它不像是蝴蝶的传统推扭 它是有一个泡面 正好可以用指甲去挺住这个泡面 也不会去过多的划上你的指甲 然后一下推到位 也可以轻轻的用拇指推开 也可以轻轻用拇指推开 也可以轻轻用拇指推开 等它磨合好了之后 你可以收一级蜡锁 一下子就给它甩开了 对吧 然后开刀方式 然后 顺滑度也不用担心 这个电片 后期经过阴摩和中立落刀 这肯定不是问题了 对吧 快开也没有问题 解锁手感也很好 弹簧力度是重 它的力度跟551的很像 几乎是相同的 几乎是相同的 然后下一个点 然后安全机制 锁定类型轴锁 轴锁是很稳定的一个锁定类型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 指刀方式用的是这个传统指刀柱 但是很粗 并且是两边加固型的 再下一个 但是很遗憾 它没有用到这个斯波特 这个独有设计 这个六边型指刀柱 它可能改用了这个传统的圆形指刀柱 究其原因的话 可能是因为 它这个刀片 因为比较宽厚 可能是与刀柱这个夹角 是很小的 很小的 就类似于CR的这种 这种这种大小了 这个刘的幅度是很小的 而不像蝴蝶一样 这个其实也是 也是幅度很小的 设计的很紧凑 设计的很紧凑 可能它装不下那种传统指刀柱了 好像是斯波特的刀 在这个框架锁或者是衬锁上 它是用的那种六边型指刀柱 就是可以调节的 而轴锁它又这个天生补偿 对吧 它有这个天生补偿 它可能就是没有 把这一块给做出来 看棒 好 下一个 然后过度解锁 意外解锁 这个都不存在了 护手就是说 前面有一块这个缩型 就是说可以有充当这个护手的作用 然后尾部有这个尾声孔 并且都是Jayton就是经过导角的 Jayton都是经过导角的 这个蝴蝶细节一下子就提醒出来了 说我现在开始夸蝴蝶了 做工一下子上来之后 真的开始夸蝴蝶了 好主轴用的是 应该是这种通用主轴 通用主轴 它的这个主轴板 应该是有区别于这个物衣的主轴 应该还要再粗一点点 然后用的是两块黄铜垫圈 两块这个黄铜垫圈 大家应该能从这边看到 对吧还是蛮大的 两块黄铜垫圈呢 然后减重的话可以有减重孔 整刀可以有减重孔 整体重心的话 是在这个第一个指槽这个位置 第一个指槽这个位置 然后下一个点 这就是 背骨用的是没有背骨 镂空式设计用的是两个大的鸽柱 两个大的鸽柱 而不是像那种把腕刀一样 有一个很长的背骨 一切都是为了就是说这个实用吧 对吧 针对恶劣环境实用 一个一个一个设计 下一个就是这个便携性了 整体到的重量 比物一要重 但是重不了多少 整体重量要重 但是比物一是重不了多少的 跟辛德勒肯定是没法比 辛德勒大概能重个130克到120克左右吧 辛德勒大概是160克左右 159克160克左右 这个G式饼 G式饼的 碳纤维饼的话可能还要再轻一点点 而这个物一的话 如果是G式饼的话 大概跟这个重量是差不多的 而这个碳纤维饼的话 这个物一其实是要轻的 还要轻 然后收纳笔 这就是我说的它的问题所在 整刀的收纳笔 其实并不是很高 并不是很高 它的收纳笔 我们看一下 可能刀片收纳笔 大家感觉已经不错了 不错 但是我们看刀尖的收纳笔 有算的那样幅度 看到没 也就是说你的刀尖只要崴到这个地方 这把刀就已经漏到尖了 就已经漏到尖了 明白了吧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缺憾 而你像551 你看大家要用到多少 你要把整个刀头全部崴掉 你看我们这个辛德勒 对吧 你要把整个刀头全部崴掉 而这个地方吧 国产和冷钢做的就比较多了 你看一下这个小谷的这个 我这个手一样受伤 六眼疼 所以我不敢动 大概就这么一小段 一小段 所以说你如果在进行高强度作业的时候 一下子把这个刀尖给掰断了 我们就说难听的一下子给他掰断了 他可能就 你再去打磨的话 可能就要下沉刀尖了 好在他这个刀是 刀型还是相对的 刀尖比较上扬一点点 如果他还是一个下沉刀尖的话 那就比较难搞了 对吧 那就比较难搞了 其实他的刀腹融进去的已经很多了 他的刀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弧度还是蛮大的 他融进去的是很多的 对吧 你如果就是说把这个尖一下断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你可以去向下 向下去进行这个 把这个刀尖给沉下去之后 这把刀的刀型 依旧其实说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甚至还是一个毛土的设计 甚至变得更加犀利了 当然了 这把刀的厚度 我感觉 不太好 不太好断尖 它比551还要转 这个刀尖 551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见到过有断尖的 如果551没有断尖的话 那这个几乎不会断尖了 我们看新特勒 看新特勒肯定是没法别 现在还是 开始结实 对吧 尤其是这个Span刀头 当然了 越结实的话 它的切割性能可能就越差 但是这把刀我觉得 它是一个 达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 够结实 同时又不差 切削又不差 这个刀尖 Curwell它的韧性 又接近于CPM三位 不像这种粉末不锈钢 对吧 可能就是说 你敲一敲 敲到一定弧度 它就给你断掉了 这个可能是你要敲到 接近于90度 它才可能会断 我见过那个蝴蝶的那个 热处理到56还是57的那个三位 它就掰到90度了之后 回弹之后照样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三位的牛逼之处了 对不对 而这个Curwell这个韧性 可能就是说 达不到三位那么变态的程度 但是也是 要远高于这个 这个粉末不锈钢的 远高于这些粉末不锈钢的 这个粉末工具钢的这个韧性 还是蛮可靠的 蛮可靠的 所以说它用在了这把折刀上 是绝对是戳戳有局的 闭合剧终 天呀 这蝴蝶做工变得这么好了之后 我一下子太爱了 这个品牌 好,背夹厚度 整个厚度它有点大 但是其实是跟这个 总体厚度是跟这个支配者 是差不多大的 是不是差不多大的 好吧 细节亮点做工 这是这次我要夸蝴蝶的地方 真的非常棒 强度也非常的高 符合它的这个军警战术定位 然后不足之处呢 唯一我觉得不足之处 可能就是刀尖收纳比略差了一点点 略差了一点点 对吧 这可能就是它唯一存在的问题 如果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它的刀尖可能是在向下一点 因为它下面余量还有很大 就是不要做的这么上扬 刀尖再往前一点点 它可能沉下去的就很多了 沉下去的就很多了 就就就杨辛德勒或者是 呃,巫一这样 对吧 你看巫一它沉下去多少 这个刀头 我们从平面上去看啊 从平面上去看 看这个巫一天就多少 你要断到这儿 对吧 你是要再插上去往上沾人吗 对吧 你杨辛德勒这个样子 好,我们看辛德勒 你要把整个刀头崴在里边 这么厚的一大块钢板 对吧 你要全部把它崴断 并且已经到它的这个加强筋这边了 对不对 都已经到它加强筋这边了 崴断很难了 很难了 这个而没有 这个就是没有包住加强筋嘛 对吧 直接就是在刀尖这个位置 而你看支配者一样 也是到加强筋者 甚至都超过加强筋了 在这个位置 瑕不掩瑜 瑕不掩瑜 总的来说 这是一把非常非常好的刀 我个人 如果蝴蝶今年新品没有了的话 这是今年的蝴蝶最佳这刀 这是今年的蝴蝶最佳这刀 并且这把刀一上市就把跟这个 把一系列的折刀都打败了 排到了这个决胜局 跟这个蜘蛛的这个萨满 还是限量版的萨满 去做这个竞争 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发现我就喜欢万年老二 对吧 去年是这个CR这个沙 沙本沙跟这个新德勒的XM18去竞争的 去去杀进了决赛进了决胜局 然后结果CR赢了 以CR赢我是意料之中的 CR玩家太多了 对不对 而新德勒能够其实能够进到 进到决胜局里面 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可见他在国外的人气 又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玩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重的 而今年的话 这两个冠军都没有 都没有就是说让他参赛 而就是说 让蝴蝶蜘蛛等等等等 其他一系列的品牌去竞争的话 这把刀和这个萨满是杀到了最后的 也是非常好了 就是杀到最后的刀 绝对都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 对吧 其他很多刀是连入选的资格都没有 连进这个榜的资格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能够作为这个 玩家他没有去搞这个限量 没有去搞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去去去搞这个限制销售 大家都可以买到都可以玩到 这才是真的好到 不限量 对吧 大家可以用可以买 可以可以可以去去搞啊 对吧 可以用坏了 可以在在在那买啊 可以还可以买得到啊 他不限量 这样我是最喜欢的 对不对 有没有点头 不点不要的 不点不要的 真的很好 好的 好 逼合去中 今天我们这个 蝴蝶537 不 sorry 蝴蝶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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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就简单做 介绍到这儿啊 那我们就是 下期节目再见吧 对吧 下期节目我们先介绍一下别的岛 最后我再去介绍这个 Sport的这个设计